奥迪Q7加上雪地胎之后 它的通过能力到底有多牛 只能说号称四驱最强的Quattro不是吹的 同时参与比赛的还有路虎发现 斯巴鲁奥虎 首先第一个先出场测试的是路虎发现 探图装跟装备 感觉像是一辆救援车 这辆路虎搭载了一个3.0T的V6柴油发动机 249马力 峰值扭矩600牛米 拥有后桥限滑差速器跟中央差速器 此时车辆已经完全锁止了两把锁 并且开启低速四驱 外国人对越野到底有多热情 看这位小朋友就知道了 零下20多度出来看越野 此时的路虎已经有一个轮子陷到坑里面去了 如果一直刨的话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坑会被越刨越深 最终只能利用惯性冲出这个坑 随后后面的坡度越来越大 路虎的轮胎实在是无法支撑 它在网上开了 紧接着奥迪Q7登场 看这出场的气势就不简单 Q7搭载了一个3.0T的 V6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340匹 峰值扭矩500牛米 搭配奥迪经典的机械Quadro 从奥迪的表现来看 开起来不紧不慢 似乎相当稳妥 基本上轮胎在打滑的一瞬间 电子线滑瞬间介入 车辆也瞬间恢复动力 现在是到达了雪坑的位置 坑处在右后方轮胎 只见车主轻轻一脚油门 在Quadro的加持下 瞬间脱困 不得不说 奥迪的四驱确实有那么两下子 接下来是斯巴鲁奥虎 不得不说 斯巴鲁在设计方面 真的是一言难尽 斯巴鲁搭载了一个 2.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173马力 峰值扭矩235牛米 可能是年份较久的原因 斯巴鲁在装完雪地胎之后 也不足以应对这条坡道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斯巴鲁奥虎能否绝境求生 最后大家觉得 奥迪Q8更奔驰的大剧越野 谁更厉害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